我不是高级经理,我也不是业务经理 但是我是一个业务代表,业务主任 我都认识,李彦虹 我在保险行业做了20年保险 我在太康人寿做了12年 我在太平人寿做了8年 可以说我在我们公司一直是业绩高超 但是对于这次,可以说我们公司 我的客户量是多少呢? 我团队不行,我团队人上 但是我的客户量可以说绝对在前五名里头 但是面对公司就是说 不对,我就站着吧,没事 面对公司就是这两天而说 公司衣无忧,要停售短保这个事 我完了之后,我听了之后就特别上火 我门莫总就说,一定要相信公司 咱们得等待,相信公司 但是这两天随着时间,好几天都过去了 我听到的都是什么声音呢? 听到的都是公司 像总部的视频会 昨天的音频会 最后基本上,最后我打客服电话 我确认了一下 客服电话 所有的客服人员都在告诉我 意思说,三月一号 把银保监会的文件下来了 完了之后呢,咱们官网已经就宣布了 而且五月一号开始执行 这是咱们客服就全知道的 完了之后呢,昨天我就听到咱们音频说啥呢? 昨天咱们音频意思说 就是说,开始总部又开始宣布了 意思说,就是这么执行了 一五一就是彻底就不卖了 要钻网 我觉得一五一这一不卖 说明这是什么? 说明是太平保守公司严重的违违 违背承诺 为啥呢? 这都不是你不用研究再好的条款 你就是违背 你就是违背 就是违背承诺 为什么呢? 当你完了之后 这个太平保守公司出来的 我们的条款是写的 意思说这个保险如果全市场统一停售的时候 那没啥我们也可以下线 那全市场统一停售的时候 我们可以下线 当这一场这东西要停售的时候 全国上下大肆的宣传 应用要停售了 赶紧买吧 买到就是赚到了 是不是这么呼吁的? 是 买到就赚到了 你全公司全国上下大肆的呼吁 买到就是赚到了 赶紧买吧 说明你买到了 这辈子就会拥有 而且保证期保到八十岁 这是不是咱们公司从上到下线倒的 对 那你明明知道说说这个保险 作为保险的这个公司的人员 都知道这公司是短期限就保一年的 那短期限就保一年的 你马上就听说你还卖啥 你卖用不骗人吗 对 那不是你卖用不骗人吗 你短期限明年可能 今天卖完了明年到期一年的时候 你就不卖了 那你还大肆的宣传卖一无忧 你就是在骗人吗 你帮公司是不是自己在打自己脸 对 而且你你客家你从全国上 从上到下 所有的大客家小客家 大会小会都在寻到 你拥有保证细保 买到就是赚到了 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啊 买到就是赚到了说明 买到了就是赚到了 而且买到了 就会拥有到八十岁 对 对 尽管你现在你太平公司 你借在那是保健会的这个文件的这个由头 严重的违约违背承诺 反正是说到不做到 出而不 出言而不信的 我就说说什么呢 一孙说保健会不允许 不允许不允许 难道一无忧出台的时候 保健会没审核吗 反过来我就说 那时候就不允许一无忧 你出台的时候保健会得审核吧 一无忧当时不合格你 蔡春邦公司你慢 更骗人 更是骗人 你说而且呢 保健会的条款 明文回经来说 这次呢 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为了保护咱们这个这个新闻店 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那你现在又要 现在就马上全部停止 你现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吗 你是严重损害了我们的消费者 和代理人的利益 所以要不说说 这次你公司不用考虑什么研究 什么新的条款 你就必须按承诺 按合同理行承诺 那保险法合同法都哪去了 不保护客户的合法利益吗 合同都能定 那合同我就说 那从上到下 所有的客户 可以说公司的客户 都是总部设定 代表的是不是总部的新商 是不是他们的护商 那是所有的客户都证明 我们是保证期保的条款 当客户也是那么说的 结果你现在你不保证期保 卖两年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是想甩锅 甩掉什么 甩掉那些出险的客户 不麻烦各位说 我这都是胆灾出手术的了 胆灾出手术 我有医无忧 我还买了高端医疗抄医保 为什么 我知道医无忧保到80岁 抄医保保的是100岁 我怕80岁之后 没有保障 现在你可得好 你医无忧抄医保 全部你说不保证期保的 那我的后半生 我堵在太平了 我拿什么做保障 我有病怎么办 对 买便宜 那我就是这身体 我说比达公司谁能买呀 都说公司的审核不严 我公司去年 20周岁的一个小姑娘 做了一个手术 就是一个职肠业窝疾业的手术 结果第二年抄一把 想升级抄一把 2019都升级不了 你说公司审核严不严 是不是现在公司就是骗人的 你不骗客户 骗我们保险带紧 现在稳定稳定军心 其实我说答应你 合保非常宽 两年之后 因为新的小款不保证期保 咔下去把那些看病的出现去 就给甩出去 把这个包袱给甩出去 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啊 对对对对对 你攒出这些客户 咱说那些客户 农民也好 所有的这些农民 咱们得保护 谁家钱不是辛苦赚了 这样交了多少年了 甚至就是说 也是把后半生都堵在太平了 说我不用攒钱了 我只要攒帮我税就行了 把后半生都堵在太平了 结果怎么样 你喀下了你来个什么 叫什么 这叫 大一帮撕毁合套 这样来讲 那个那个 合保的问题 我只要汪经理来解答 还有什么 你不需要合保解答 我们就需要 听说 听说 一无要要情少 给我就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如果一无要真要情少 你们太平就是个大骗子 我就看你 我们把我去帮你取了 就这么帮我 对 对 客户现在都在这个反应 那不怪人家养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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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 那个 你 就是说 这次太平公司 虽然说做央心 但是严重的违约 违对承诺 违反这个保解合同法 什么的 那个姐 这个 你会说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咱们一是一二是二 对吧 就是你要作为客户的角度 也都没问题 你别喊半天 这个身体气力都像你少 不是 我一直也我就生气 因为我 我老公在外地上 都是在陕西上 我为了保险这份事业 我舍不得离开 我得被客户服务 咱们是不是 我们分级了八年 为什么 不就舍不得这份事业 我得把我的保护服务好吗 后半生我不得指他吗 结果呢 现在你 你现在有 如果采军公司这么做 你就有时诚信 什么诚信全没有了 你还想 就跟人家说保险 不揍死你 反过来就不揍死你 你再跟你说谁信呢 你央企的公司 你说话都不算数 出尔巴尔的 说合同都不好使 我们还信你啥呀 现在客户你说退保 全额退银的不干 我就要保险 我就要保障 我就要保障 现在大老我没有指消 现在特别是出院有病的呢 你他家给人计赔了之后 你后半生挤啥呀 你后半生挤啥呀 我做个人家